哈喽 大家好 Master Joe 欢迎去收听收看 今天的GA Joe漫画评书节目 咱们今天的讲解的话 是一本特刊 这本书的话 出品于1986年 也是一个老板的漫画 它的名字的话 是GI Jack Rabbit 直接翻译的话 就是特种兔子 这本书的话 应该就是致敬了 GA Joe的第一本书 在82年出品的 那个第一个章回 封面的话 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的话 内容是不一样 并且的话 封面我可以看得出来 里边的话 都是一群兔子进行作战 非常的可爱 里边的反派的话 叫的这个Calbra 就是这个狂牛部队 我们待会儿也会进行一个讲解 好 那么首先 现在看一下书的峰会部分 这本书的左上角的话 写的定价是1块9毛5美金 那么是第一本书 它的出品商的话 并不是漫威公司 而是这个X-Caliber Production 是这个亚瑟王圣剑出版社 好的 那么上面写的GI Jack 那么就是那个政府注册 Jack组建的部队 那么下面是一个大的胡萝卜 上面写的rabbit 就是兔子的意思 然后下面这行的话 更逗了 写的这个Real American Hair 就是一批真正的美国兔子 好的 那么峰会的话 就是致敬了82年的第一本 J-J的漫画书 那么这个坦克的话 也是特别像Mobile Tag 但是不同的话 这个坦克的话 它是一个上弦的 这么一个发条坦克 那边上的话 还有这么一个钥匙在旁边 好的 那么上方那个驾驶的话 也是一只兔子 应该就是模仿在J-J部队里面 这个Stealer 然后左上方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霍克将军这个角色 拿这把枪的话 向外进行一个火翼的倾斜 那么腰间的话 它是别的两个胡萝卜手类 非常的有趣 然后再往左边来看 那么这个白耳朵的兔子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Flash 那么它的话 是这个科技担当 然后再往下 这个乌鸦的话 就是致敬的潜行者 那么拿着枪 向外进行一个火力的倾斜 然后右下角的母兔子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红发 Scarly 然后再往朋友来看 那么这个海象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Roadblock 这个蓝鹿虎 那么它的话 也是拿着一个火箭筒 向外进行一个火力的倾斜 好 那么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故事呢 我们先听此回合的分解 好的 那么这本书的话 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 黑白画风的这么一个漫画 故事开始于纽约 那么在这个市中心里面 Dr.Bullwinker 这个Bullwinker博士 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 那么在下方的话 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动作 都是一个记者 那么在这个会上的话 这个Bullwinker博士说 说我的话 已经找到了 如何拯救我们这个世界的方法 好 那么这个时候台下的话 传来一片的虚声 说不可能 就凭你吗 这绝对不可能 绝对是不可能的 好的 这个时候Bullwinker的话 也跟大家说 说大家肃静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 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组织 叫做这个Calbra 就是这个风牛团体 那么他们的话 是到处破坏杀戮 并且的话是这个绑架 我的话是有方法来制止他们 那么台下继续说 说不可能 你在开玩笑吧 好的 Bullwinker接着说 说我的方法的话 就是这个Bullwinker效应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这个会场的出口的话 是有两个兔子 一个白耳兔 一个黑耳兔 他们是戴着墨镜 身穿黑色的西装 非常的酷 那白耳兔子跟这个黑耳兔子说 说咱们的话 作为这个安保人员 一定要注意 千万防止这个狂牛部队 来干扰会场 并且的话是掳走博士 那么这个时候 黑耳兔子跟他这个白耳兔子说 说就凭他们绝对不敢来这个会场 那么有咱们兄弟在 保证这个会场万无一失 如果他们敢来的话 且看我手中这把手枪 咔咔上弹一下 保证他们是有来无归 好 后面一转来到了会场 上方八楼的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楼上的话 是已经有这个狂牛部队的士兵 那这个是一个普通士兵 问这个士兵军官说 说咱们什么时候展开行动的 那么军官跟他说 说不要担心 我们还有30秒的话 就可以展开行动了 那么这时候看了手中的手表 非常可爱 就是这么一个牛头手表 那么当这个时间到来之后的话 是所有士兵的话 是准备出动 好 那么他们口中大喊的 他们的口号 就是这个Calbra 叫做这个狂牛部队 好 那么狂牛军官是拿出对讲机 是安排这个直升飞机 待会的话 过来接应 那么让这个士兵的话 通过这个排风口 那么是滑入会场 那么排风口的话 是这个各种士兵的话 是这个左转右转 是滑入会场的后台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全员到齐之后的话 是将这个Bowinter博士 进行一个绑架 并且向这个台下的话 是发射了一个不明气体 那么这个时候 在台下的话 除了介绍之外 还有一些这个兔子部队的成员 那么其中一个兔子 跟那个另外成员说的话 说我看不到了 那么这个乌鸦的话 也是说 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么台上的话 应该是这个博士被绑架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海象中士的话 是一把将他们推开 那么上台上的话 是这个发射火箭筒 进行一个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台上的话 是被一下炸毁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乌鸦和这个兔子的话 也是这个称赞 这个海象中士的手段的话 果断的是非常的高明 那么这个时候 海象中士的话 也表示不要客气 那么这个时候 海象中士的话 是问说这个博士到哪里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一个老鼠 那么是这个告诉他们 那么刚才的这个狂牛部队的话 已经将这个博士的话 是掳住这个后台 并拖那个门的话 是跑了出去 好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大门外的话 其实是由两边 这个兔子部队人员的话 是进行一个战岗和守卫 那么就是这个红发兔子 和这个长尔兔子 那这个时候 狂牛部队的话 是这个大力出奇迹 猛来一推门 这个门的话 是将他们二人的话 是挡在了这个门的后面 那么狂牛部队的话 也是绑架了这个 Bull Winter博士离开 好 那么当这个门关闭之后的话 这两只兔子才反应过来 刚刚的话 仿佛是这个狂牛部队 把这个博士带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是进入电器 通过电器的话 是这个直达楼上八层 那么另外一方面 海象中士的话 是命令大家 是通过这个楼梯 到楼上去救这个博士 那这个时候 狂牛部队成员 是把这个博士 装到了麻袋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兔子部队的话 也是通过这个爬楼梯的方式 慢慢的到达楼上 仿佛的话 就是不想救这个博士 好 在这个时候博士的话 已经完全被装到麻袋里面去 并且大喊救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海象中士的话 依然带着兔子部队 那么缓慢的爬着楼梯 好 那么这个时候 狂牛部队成员的话 也是哈哈大笑 说这个绑架行动的话 实在是太简单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个兔子部的话 还在非常坚定的向上爬着楼梯 好 换面一转 来到这个天台之上 那么正是这个狂牛部队 直升飞机的话 已经来到这个地方进行接应 那么几名成员的话 是将这个博士 是放在麻袋里面 并且的话 是这个拖向这个直升飞机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 我们兔子部队全员的话 是赶到了 那么双方的话 是进行一个火拼 那么首先的话 是这个狂牛部队 进行一个枪械的 这么一个火力输出 那么海象中士的话 也是毫不含糊 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 这个火箭筒进行一个回击 那么双方的话 是既有肉搏 又有这个枪械的护士 那么争斗的话 也是非常的激烈 那这个时候 兔子这个士兵的话 跟这个海象中士说 咱们要不要撤离呢 咱们现在是这个寡步敌众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海象中士跟他说 说你再看一看 那这个时候 这个街州部队的飞机的话 也是赶来 这个飞机的话 也是非常的具有细节 上方的话 写着NCC-1701 那么上面写着GI-Jack 这个画风的话 是特别像我儿子画的 如此的简单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是我更多的这个兔子的成员 那么赶来 那么进行一个争斗 好 画面主要来到了第二天的清晨 那么这个时候 在丛林当中 那么在路上 有一辆吉普车正在行驶 那个驾驶的话 是一个年轻的狗司机 而上面乘坐的话 正是这个兔子将军 兔子将军问这狗司机啊 说听说这个博士被绑架了 是这样吗 那么狗司机说 是的 是这样的 那么将军接着问 说听说咱们的兔子部队也在场 对吗 狗司机说 是的 是这样的 那么将军说 那么听说这个巴克探长 来到这个基地 对吗 那狗司机说 对 是这样的 好 那么将军说 说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那么狗司机说 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兔子将军的话 是急的 说你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跟我这瞎编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吉普车的话 是来到了基地 那么在基地里面的话 是这个巴克探长 已经攻后 这个兔将军的话 已经多时了 那么这个时候 在基地里面的话 是这个兔子队员 正在进行一个训练 那么有包括 这个海向中式的 这么一个火箭筒训练 还有这个格斗徒手训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将军的话 是大喊一声 那么这个时候 是全员的话 是立刻立正 好 那么巴克探长的话 是跟这个兔子将军说 说你们这个部队的话 是一向松散散办 那么我已经向 这个政府上方汇报 那么你们的话 将会不久被解散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兔子将军 是问这个狗探长 说何出此言呢 我跟他讲接着说 说就是在不久前 你们是令这个博士 被这个恐牛部队绑架 那博士的话 应该是个世界上 最危险的人了 说我们可以把他救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狗探长跟他说 你指的我们是谁 是你跟我吗 那兔子弹心想 说你这个笨蛋 我们的话 就是我们兔子部队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狗探长 跟这个兔子将军说 就是刚才那两个队员 他们在门口把守的时候 没有把守好门口 导致这个恐牛部队 是把这个博士 是掳进这个电梯里面 那么他们的话 应该受到惩罚 好 那么兔子将军跟他说 说你是不知道 我们这个部队 其实平时 看起来是松散 但其实我们的话 是作风硬朗 能打胜仗 那么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兔子将军动画 也是这个全员好奇 那么跟这个大家说 说现在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交给你们 那么就是把这个博士 这个救回来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兔子部队成员 听完之后的话 是表示不想参与这项任务 因为他们现在正是 这个放假期间 而且的话 他们还有这个各自事情 想要去做 那这个时候 这个兔子将军跟他们说 其实这并不是任务 而是这个政府出钱 给你们去度假 那么你们只需要 到达这个狂牛部队的基地 然后的话 再把这个博士 带回来就可以了 全员的话 并不是任务 而是度假而已 好 那么听完兔子将军的 这番介绍 那么兔子部队的话 也是纷纷表示 想要参加这次度假行动 毕竟是这个政府交钱 那么问这个将军 那么细节是怎样 那么将军的话 让大家这个烧完无燥 那么带我这个全盘 拖出这个整个细节的布置 好 那这个时候 他是打开这个投影 给大家介绍 说你们要去这个度假 圣地的话 就是这个狂牛部队的 堡垒基地 那么这个基地的话 是这个严加防守 有这个坦克和这个士兵 但是你们不要担心 因为这个堡垒 下面的岩石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脆弱 只要稍加震动的话 整个堡垒就会坍塌下来 好 那这个时候兔子将军 跟大家说 说我再次强调 这次任务的话 是非常的重要 不单对你们重要 那么再就咱们这个部队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你们失败的话 咱们这个部队的话 将会解散 那么你们的话 也不要回来了 好 拓子将军接着介绍 说你们的话 将会乘坐一架飞机 那么飞越山峰 那么在跨过基地之后的话 通过这个跳伞的形式 那么到达基地下方 那么然后的话 你们再攀爬到这个基地就可以了 那么此次任务的话 是非常的凶险 那么希望你们的话 可以马到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伙的话 也是这个齐喊他们的口号 就是这个Yo Jack 好 那么此块的话 是就到此处结束 那么下面写的这个 To be continuing 就是还有后续的故事 那么之后期的话 是后面没有这个额外的故事了 这是一个单行本 好 那么另外就是在这本书的最后 还有这个里面出现的 所有人物的介绍 那比如说这名成员 叫做这个Sky Walker 叫做这个天行者 他的话呢 是一只乌鸦 那么其实就是致敬的 这个JW的里面的潜行者 好 那么他的话 其实是这个乌鸦中学的 这个负责人 那么他的话 是可以熟练掌握多门语言 包括乌鸦语言 鸡的语言 麻雀的语言 和兔子的各种方言 那么他的话 也是一些优异的成员进行毕业 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BBQ 那么他的话 是一只小鸡 那么只有三岁大 是最年轻的成员 那么他的话 虽然年轻 但是他的话 也是这个具有这个语言能力 那么会说这个鸡的语言 乌鸦的语言 兔子语言 以及这个各种乌鸦的这个方言 那么他的话 是可以熟练掌握这个翅膀格斗的能力 好 那么再往下的话 就是这个海象中士 那么他的名字的话 是Sergeant Task Task就是这个板牙 大板牙的意思 也可以叫做这个大板牙中士 那么他的话 是这个Warri 就是一只海象 那么他的话 是这个团队的这么一个小领导 那么他擅长使用的话 就是这个Bazooka这个火箭头 那么他的话 也在这个叫做这个Gorilla Warfare 就是这个大兴兴战士里面 得到这个战争经验 那么他的话 是可以熟练掌握数百门的这个动物语言 好 再往下就是这个兔子 叫做这个Rock'n Rabbit 那么其实就是这个致敬了摇摆五 那么他的代号的话 是Rock'n Rabbit 就是这个摇摆兔子 那么他的话 是这个科技担当 那么擅长这个电子物品的维修 那么他的话 也是手指使用这个胡萝卜这个手雷的这么一个兔子 那么他的话 是可以熟练掌握各种各样的自动武器 好 再往下就是这个Splash 那么可以翻成浪花 那么其实就是致敬了这个Flash闪电 那么他的话 是这个水下作战部队 那么他是在这个深海接受训练 可以这个非常熟练的进行一个下潜 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个镭射武器 好 再往下的话 就是这个母兔子 那么致敬了红发 他的名字的话 叫做Scarlet O'Hare 就是这个红发兔子 那么他的话 是这个队伍里面 手名这个女性成员 那么他的话 也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兔子语言 并且的话 他也可以使用这个手相 还有这个公斗 好 再往下就是我们将军 这个兔子将军 他名字的话 叫做这个Sampor 那么Sampor的话 他是这个最高的这个行动长官 他可以熟练掌握各种各样的方言 那么他的话 也是这个战术专家 好 最后的话 就是这个Quick Food 叫做个快脚 那么也是一名GIA州的成员 那么他的话 是这个体术专家 那么他可以熟练这个掌握武术 跆拳道 还有这个柔术 那么他的话 是可以用这个手部 那么进行一个格斗攻击 那么B的话 可以熟练掌握M16这把枪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书的全部的内容 那么这本书的话 是一个单型的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是一个恶搞的一个GIA州团队 通过这个动物的模式 那么展开了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只可惜的话 是之后没有后续的故事了 那么也不知道 他们这个任务有没有成功 我猜的话 应该是不成功啊 那么他们的话 必须是一只 非常松散可爱的一个小兔子部队 好的 那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